開路啦 嗨 大家好 我是鐵心 嗨 大家好 我是旅行YJ 第一次找YJ來拍影片我超興奮的 因為你知道其實我們本來 3月的時候要一起在日本拍一些影片 嗯 要去玩 對 就因為 拍櫻花 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在家裡做菜 你很喜歡吃什麼東西嗎? 蛋 我很喜歡煎蛋 什麼都不加 難怪 因為就是今天要恭喜YJ 看你的耐力 然後我上次有看到一支影片就是 某芳 做了一個芳式歐姆蛋給你吃 芳的歐姆蛋 有人誤會就是真的是芳 芳型的 覺得超好笑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做真的芳型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用一模一樣的材料 然後我也要來做出一個芳的韓式1000次歐姆蛋 來給YJ吃 然後就是想跟你聊聊天這樣 那我的頻道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美妝保養 然後還有一些東京的吃吃喝喝 如果你有對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 我在 在 在講話 因為我們今天要放的會有一些料 不是只有單純的蛋 所以我會建議料的時候呢可以先炒起來 然後今天準備的東西就是 就是您的芳 要怎麼 妳要怎麼稱呼它啊 Baby 寶寶 我們都要玩那個淘寶梗 那是什麼 清 您的貨物已經到了 清 好就是 完全的清呢 它上次呢就是有用甜椒啊 然後培根啊 乳酪絲 這些東西需要下去煮 所以我今天一樣也是會裡面放這樣子的配料 這些電磁爐要怎麼用啊 來 電磁爐 你不是要這來過 這不是我家啦 你停一下 我對電磁爐真的很 很尷尬 第一步呢我們就先加一點點油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們只是要把 它怎麼會彈 好我們就先把那個油稍微熱一下 第一步因為我這次裡面我還會再加一點蔥還有蒜頭 所以我會先把蔥末先爆香 清的一千次歐姆蛋 你之前有吃過一千次歐姆蛋嗎 沒有 其實我看大家做那個什麼四百次我也想做過看 所以一千次是會就變得很膨很符啊符啊 對對對 它就是有一點好像歐姆蛋舒芙蕾的感覺 在做這個歐姆蛋的時候它有一個重點 因為它要很那個符啊符啊嘛 所以它一定要很膨 那你如果太快打蛋你沒有馬上煎的話 它的膨鬆度就會磨下去 喔 蔥蒜呢大概就是炒到讓它有一點點香氣的時候 你就把所有的彩椒我加沒有培根 所以我就直接放火腿 那因為火腿其實它本身就有一個鹹度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不要加任何的調味 嗯 對 很認真在教學耶 對 我想說大家也可以順便學一下 因為這一道料理其實真的非常的簡單 我們要追求的就是這種感覺 其他沒什麼技巧但是看起來很厲害 好的 那我想要問一下你們當時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第一屆走鐘獎 然後結束後大學是吃飯 然後就聊天然後就認識 過半年後才開始熟 才開始玩作用 那你是獅子做它什麼辛苦 摩羯 我聽到滿多獅子跟摩羯的組合的耶 真的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他們都在一起很久 我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我的朋友 或是我身邊的人 大部分都是摩羯廁所 那一個區間的月份 那我們就把這個炒好的東西呢 就先放到一邊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要來做蛋了 我每次看到這種 要先拿起來才能做完的東西 我就覺得很煩 一定會全部加在一起全部拉來 我覺得有時候做菜就是沒有什麼法則 就是要有一點耐心 因為像1000字歐姆蛋我也覺得 它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但你就是要有耐心 在打蛋的部分 那你還要把它擦乾淨 對 稍微擦一下 對 它 因為我今天是抱著一個就是你男友 所以我要用一個愛心做出一個方形歐姆蛋 下一個步驟我們就是要來打蛋了 蛋要翻面嘛 那所以如果你怕它難翻的話 一開始可以先挑戰兩顆蛋就好 我幫你打蛋 好 你打蛋 你會單手嗎 不會耶 我也不會 你也不會 你就把 蛋黃蛋白要分離 放到嗎 沒關係 這就是你可愛的地方 讓我們再來一次 所以是要這樣這樣嗎 它要蛋白跟蛋黃分離 對對對 放這邊 美麗 那你覺得當時對方是什麼樣的特質 會讓你覺得很吸引你嗎 很認真啊 摩羯座好像就是那種工作狂 然後認真摩人對不對 對 做什麼事都會想說 要把它做到非常的專精那一種 對 它就是很認真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 要不要在一起 就是很認真在討論 哇 什麼還滿好笑的 漸漸升溫嘛 然後升溫到一個極限兩邊都受不了 對 就不喜歡暧昧不明的時候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有約出去 然後約出去都很明白 就是兩邊都很開心有好感 就是兩邊都很開心有好感 對 可是就不能明說 什麼時候 到底要不要約下次 然後就可能過一天或過兩天的時候 就沒有見到好痛苦喔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類似這種很直的東西 我就也覺得 所以那我們現在直接約出來 講清楚啊 Try Go Try Go 然後反正就是 那時候就確認 就互相喜歡 然後 後就剛剛說喜歡 跟在一起是兩件事 對 因為在一起會有需要很多磨合的事情 對 然後我們就說他要喜歡 那我們現在要認真在一起了 有什麼問題要解決嗎 對 好 這麼快就在講有什麼問題要解決喔 我們就在一起之前就先解決了很多事情 好理性 例如什麼 我忘了 我忘了 好你先想 然後我先來打蛋白 那因為一千字歐姆蛋 它的秘訣就是它要很蓬鬆 所以你的蛋白的部分呢 一定要確定把它打得就是非常的綿密 打到它的那個泡泡是比較硬的感覺 人生不要那麼累 對 不要在那邊挑戰那個用手打老半天然後打星橫類 我就直接用打蛋器 對 而且如果大家沒有要買那麼好的話 其實可以買那種咖啡奶泡用這樣 一切就有三四五塊 對 小小一支 任何方法可以省力 就是好方法 來 我們打蛋會很吵 你先慢慢想 好 那我先偷看 好 你先偷看 大概就是打到像這樣子 就是你覺得它的蛋白有一點硬硬的 然後你刮下來以後你看它是不會掉的 所以你們都是解決了什麼問題 就是在交往前 比如說它平常就是比較喜歡看外國的東西 對 然後所以它比較少在看IG或是台灣的作品 然後我就很疑惑說 所以它沒有在看我的東西 喔 它後來就 沒有 它是說它其實本來就有想說 應該要看一下 然後也有在看 最後它還把它所有其他的IG追蹤都退掉 然後只有追蹤我跟它的演藝界上的女生 就是一個 然後還有我 然後這個地方啊 就是你把蛋黃攪進去的時候 慢慢攪就好 慢慢把它拌勻就可以了 你做的真的厲害很多 我希望等一下也可以那個 因為電磁路我真的是不是很熟悉 它就是願意為了你 然後就是IG只有追蹤你 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滿開心的 它就是覺得這樣很有趣 就是等於是它的真實女神跟演藝女神 就只追蹤這樣 哇 但是這好像是她的朋友推進她可以這樣做 這個朋友很會 很會 她還特別來問我說可以這樣嗎 她說當然可以啊 好開心喔 每個女生都希望自己就是男朋友可以不要再追奶妹了嗎 對 而且我覺得最好的是她其實沒有特別喜歡看奶 真的覺得很好 因為我當初就會因為我奶小 然後如果對象就一直看奶大的 就怎麼滑都奶大的 我就會覺得很自卑很不舒服 我懂 油大概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男生這樣子超級加分 這很加分 我一開始還沒在一起就知道這件事了 因為如果我一開始就覺得 例如說我交往的對象 然後每一篇那個網美的讚它都有按 心中就會有一種比較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這個部分可以先用那個紙巾 先把油這樣子擦齊 再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倒 哇你看下面有一些地方是比較水的部分 那水的部分就不要流 我們就留它上面那個蓬鬆的地方就好了 大概就這樣子綠 我覺得這鍋子好像還算大喔 其實可以打個三顆欸 方方方 方 電磁爐真的好安靜喔 煎的時候就會有一種 嗯? 我有在煎嗎? 對 的感覺 有啦是熱的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先放那個 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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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超療癒的欸 把剛剛的這個料 大概放一半就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折起來 好可能 我們就先讓它這樣子 然後開 很可愛 你們在一起之後 常常還是會用很學術性的方式討論談戀愛 你們有討論類似怎麼樣的狀況嗎 其實有很多 可是我有時候會怕 就是這麼私人的東西講出來很容易被攻擊 但我們就是一直如果有問題要 就會好好講 我們就會去查Google 要不然就是去問老師 要不然就是看書 好喔 然後去找出就是真正的原因 問題出在哪 然後就去面對跟處理 我覺得滿好的因為 它都還滿積極跟健康的要處理這件事 這樣子才有用 不然平常都在那邊吵架或是在那邊聊 就從來不會解決這件事啊 吵架的目的其實就是要溝通嘛 讓彼此更好 那如果你的吵架最後沒有結論的話 對 那要吵架幹嘛 只是在消磨彼此的那個感情 真的 因為其實溝通還滿重要 因為每個人的溝通方式不一樣 如果要表達愛的方式也不一樣 這邊呢有一個頭吃飽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把奶油 就是增加它的香氣 等一下用鍋鏟就是先鏟起來看它下面的狀況 就會讓它的奶油順便就是流進去 當時你們是從什麼時候決定就是要放閃 因為我覺得其實公眾人物要放閃 是一個壓力很大的事情 我們沒有決定要不要放閃 只是一開始它就是很自然的完全沒有要隱藏 我覺得滿好的 因為這樣也滿健康的 沒有 你要常常去很不舒服其實 是啊 可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公眾人物不想要公開 就是因為你又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變數那麼多 那是不是一分少大家又要在低卡上面討論什麼 輕縮它 怎樣 會有那樣子的壓力存在 其實我一開始也是在會擔心這件事 可是其實好像後來發現 Youtuber對大家來說 而且我的類型也不是那種女神型 或者是公開就會完蛋型 反而是跟觀眾一起成長的類型 所以對他們來講 好像我們一起就是交到女朋友 交到男朋友然後一起成家怎麼樣 也是可能接受的事情 這也是我一個學習人性的過程 然後我其實也滿想分享給大家的 然後就因應活動那時候怎麼都這樣啊 對 其實也藏不住啊 大家其實可能都多少看出 欸 這兩個好像最近走得特別近 然後其實我們拍什麼東西其實都很明顯 是有沒有要成型的意思啦 火要不要開大一點 你最大了 現在在保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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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在保溫 對咧 你當時就是第一次要在平台上面公開的時候 沒有很緊張大家的反應會講什麼 或是之類之類的 還好因為我是就是慢慢的 嗯 一點露出的感覺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什麼去Costco買菜 然後可能就有一點端倪嘛 然後那時候就有人覺得好像有 就也沒有特別有很大的反彈 然後我就慢慢一點一點增加 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折過來 變成長方形了啦 應該要做長方形才可以折成方形 沒關係啊 所以現在變長方形歐姆蛋 它還是一種方 有兩個人做歐姆蛋給我的 怎麼這麼好 有覺得有一種重回戀愛現場嗎 沒有 好酷喔 居然可以這樣子 因為它真的定型耶 對啊 好可愛喔 它是一個很完美的角度 太好了 那這個歐姆蛋如果你想要讓它的味道再更豐富 其實你在上面可以再放一些調味料 例如說什麼巴西里啊 或者是胡椒 這個我家也有 你磨你磨 這個我會 完成 好 好 你吃吧 畢竟這是做給你的 感覺很好吃啊 感覺很棒 對啊 感覺不錯耶 因為你知道我今天要做菜給YJ其實我壓力有點大 因為就是你品嘗介紹很多美食 就表示你的嘴巴一定是比較挑一點點 有沒有很強吧 我先我先我先回家好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喔 來來你說 都在等你 我承受得住 我覺得很酷 因為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後裡面膨膨的 對 我沒有吃過這種口感 還不錯吃 這一千次歐姆蛋其實它就不是一般的歐姆蛋 它就是裡面很蓬鬆 會有一種好像你在吃歐姆蛋舒服雷的感覺 很像 那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想問YJ就是 你覺得在感情中啊 什麼樣的狀況是你會認定對方的那一個瞬間 就是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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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好了之後啊 就是有很多我在意的點 然後它是我OK的 雙方都合意 對 那就是那個時候 我覺得你很理智耶 就是我花了很多時間了解我自己能接受什麼不能接受什麼 對 然後再去找人 不然我們就是互相浪費時間 但我覺得立方也非常厲害 它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就讓你打勾打滿 嗯 對啊 算是吧 算是 好 那就先祝福你們 超強久久 那你覺得我們今天的一千次歐姆蛋如何呢 我覺得很有趣耶 真的可以自己在家裡這樣玩 然後搭配四百次咖啡 就是大家如果無聊就在家裡 可以就是嘗試一下 一起做 對 其實真的沒有很困難啊 但就是比較需要多一點的耐心 妳的腳還好嗎 我還好 我腳一直在抖 因為你知道我今天一直半蹲主菜 因為我們兩個身高差太多了 欸我們站起來給大家看好不好 真的有 好 那今天呢我們在YG那裡也有另外一支影片 然後我們的主題是來跟大家聊 我最近生病了 女生需要了解自己跟保護自己去做的檢查 有子宮頸癌的HBB相關的 因為我最近有實力的感覺 所以就跟一起聊聊 大家就是也記得到 我會覺得頻道去看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訂閱我的影片 要開啟通知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下次見 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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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種焦焦焦香的感覺 好香喔 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很堪很堪 哇 哇 這個是 蛤 可以 可以嗎 完全可以 我要吃一個 好吃啦 真的 漂亮啦 就是要醬啦 你看那個起司 哇 嗯 好吃 太好了 好吃 那大家就記得就是可以多加起司喔 很好吃 好那我們影片就錄完囉 那我再去吃一口 吃吧 謝謝 小台 不是 要勉弱著 有 我不需要